强烈抗议 巴黎奥运会手段低下 中国队竟然和多个国家一起拼传 他们的手段非常低下 竟然再次忽视了中国队 这简直不能忍 好久没有跟大家分享暖心的趣事了 最近我们都知道 法国巴黎举办了奥运会 中国网友的玻璃心又犯了 又犯病了 很多中国网友我看了一下 基本上就是说 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 为什么我们入场的顺序比较靠后 我们不应该是第一个入场吗 至少也要给我们前十入场才对 其中更令中国网友生气的就是 这一次法国巴黎举办的奥运会 不是在场馆内举办的 而是在户外举办的 并且对民众免费开放 来自全世界各个地方的国家的代表队 都乘船入场 节约这个资源 所以很多国家都是拼船入场的 但是中国网友不买单 我们作为一个世界大国 我们凭什么要跟其他的国家一起拼船入场 我们也要像美国一样 我们要自己单独的一艘船 所以就很多中国网友就气扑 说这个法国人入华 他们歧视我们 他们怎么这么区别对待 甚至我们看到在法国当地的中国人 而野气扑扑了 我们就透过这些在当地法国的中国人 他们拿起手机镜头拍下来 记录了这个画面 他们为什么这么生气 看完他们生气的画面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的网络上 这些网友居然有这样的看法 语语语语语 凭什么给小日本鬼子一艘船 凭什么中国那么大的国家给他们拼船 拼死我了 赖点的小屁辣点国家给你们一艘船 这次的影片太多了 我们就看一下在中国网络上 大家都在吵什么 那在中国国内的网友 他们的看法是 比如有网友留言就说 几个大国里面 中国跟一些小国家一起拼船 看起来很没有排面 很多非洲国旗都没有见过 也和我们五星红旗飘在一起 甚至连日本都是单独包下来一艘船 真不知道法国怎么想的 如果我是法国 我巴不得借此跟中国搞好关系 让中国第一个登场 看了这个恶意满满的开幕式 整个人一整天都不好了 国外都这么针对中国吗 对啊 你今天才知道吗 都在针对中国 全世界都不想跟中国关系 只有你 巴不得跟中国关系 当然开玩笑 没有谁说恶意的针对中国 这种就是典型的自卑 这个你先要检讨一下自己 我跟大家科普一下 可能你看了这些留言 可能有些网友会误导 认为好像真的只有中国 为什么中国跟其他国家拼船 其他国家都是单独一艘船 没有就像他这里说的 只有像是美国这些体育代表队 非常庞大的 而且美国也是世界强国 所以他们不管是人数 从工作人员规模上都是人数是最多的 中国人讲究排面 就像这个网友前面提到的 要讲究排面跟面子文化 所以他们觉得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应该要也像美国一样单独一艘船 怎么还跟其他国家拼船 做同一艘船 很没有面子 还没有排场 但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时候 其实很多国家都是拼船的 那主办方可能就是考量到节约成本 网友提到的 中国跟其他国家拼船 也并不是说都是一些小国 其实跟中国拼船的 也有一个发达国家 以开发国家 那就是美国的好朋友 加拿大 加拿大也跟中国在同一艘船上面 它其实就是按英文里面的 ABCD字母表顺序排列的 比如说Canada Sea cattle China Sea cattle 竟然要和多个国家一起拼船 这简直不能忍 这是为严重忽视 足可见巴黎奥运会的手段 多么恶劣和低下 更离谱的是 给中国代表团的镜头 还是非常少的 大部分时间 都是在给河岸两边的舞蹈团 这简直无法理解 还有其他网友说 看了这一次奥运会开幕式 真的寒心了 我觉得中法关系 一直都挺好的 我也很喜欢法国 还学了点法语 但这次法国的做法 让我不解 我好难过 真的太不公平了 今天一整天脑子里 都是奥运入场的画面 为自己的国家 感到不公和难过 中国队没有包传待遇 中国众所周知 是世界强国 最起码也要给予 特殊的大国礼遇 看了这次开幕式 我真心觉得 中国太不容易了 出去总是被针对 被歧视 被区别对待 被孤立 被孤立 今天的中国 已经不是昨天的中国 以后再也不用 法国的东西了 被孤立 这个听起来好奇怪 你跟别人一起搭船 怎么就成了被孤立的 你们真的要去查证一下 就像我刚刚讲的 就是按字母表排序的嘛 如果真的要 这种强行的扯到什么 孤立 被排挤 那怎么你们还可以 跟其他的船一起搭 如果真的是被孤立 那加拿大是不是也被孤立 对不对 你这样理解很奇怪 是不是万一 所有的国家 都是几个几个的 一起手牵手并肩 搭同一艘船进来 之后只有中国 是单独一艘船 是不是那个时候 中国网友又会抵制 说凭什么其他国家 都是一起手牵手一起搭同一艘船进来 只有我们中国是做一艘船的呢 你们是不是在排挤我 是不是搞孤立 中国队没有靠前入场 而是等了很久 才看到中国队入场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针对中国 中国好歹也是大国 基本的国际礼仪 也要考虑到大国形象 就应该像美国队那样包船给中国队 而不是跟一些叫不上名字的国家 搭同一艘船 凭什么日本也可以单独包船 这季奥运还没开始就看不下去了 最烂的一届 就是因为没有达到你的预期 你想怎么样 你哪里不满意 非得要实权实美 按照你们的意思 就是最棒的一届奥运会 反过来就是最烂的一届 还有人说 失望没有给中国队特写尽头 跟其他国家一样 直接介绍了一下 就带过了 这么敷衍 以后不去巴黎 他说以后不去黎巴嫩 不是巴黎吗 对不对 巴黎黎巴嫩很像吗 也不像 有个巴也有个李 抵制都抵制错了 说以后不去黎巴嫩了 也不买法国的东西了 我看很多人在网上发表抗议 我希望大家能一起抵制法国 你抵制了一下 也要抵制对啊 不仅抵制法国 怎么把人家黎巴嫩 这个不相干的国家 也拉上来一起抵制 这些中国网友我也不知道怎么讲 相信不止他一个人这么说了 应该是就像他说的 他看很多人在网上发表抗议 应该是有很多网友说 抵制法国抵制巴黎 不是巴黎黎巴嫩 反过来就搞不清楚 所以也是大家互相乱传乱传 也不知道抵制的目的是什么 只要是跟我们的立场不同 只要看到国内有人在抵制 就知道我们做的这件事是对的 这些人也真的是没有一个目标 在那边瞎抵制 后面是中国了 中国马上要上场了 又来了又来了 我好激动好激动 这肯定是中国 是不是啊 那后面是 来了来了 好激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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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快到的时候我就特别特别激动 看到中国国籍大脑一片空白 就真的很控制不住情绪 很多人误解了 为我们的中国队感到不公 其实并不是这样 法国很尊敬中国的 今天我们老师有特地跟我们解释 其实这次奥运会 法国安排所有国家都拼船 为了节约成本 但很多人都很疑惑 那为什么美国单独一艘船 没有和其他国家拼船呢 我老师说他朋友在法国柏林工作 法国柏林 柏林不是在德国吗 这些文化水准 怎么很多网友文化水准这么低 我老师说他朋友在法国柏林工作 他朋友是法国白人 他说他们很讨厌美国 所以没有国家愿意和美国一起入场 所以才孤零零的 只有美国队单独一艘船 毕竟谁也不想上贼船 他朋友还笑美国是国际孤儿 而中国在国际上名声很好 大家都很尊敬中国人 所以很多国家都希望和中国搭同一艘船 所以才造成中国队入场的时候 有许多国家做同一艘船 毕竟谁不想和中国成为朋友呢 另外我也想说 国际关系就跟职场一样 跟人际关系一样 你为人不行 大家都会远离你 孤立你 你有实力兼人品 大家都想攀你 都想和你坐在一起 这就是现实 如今的现实是 中国你们高攀不起 中国雄企 中国队加油 这几天在礼拜论 这一次奥运会告诉我们几个事实 世界唯一的大哥 让他坐了唯一一条船 大家都不愿意跟美国同坐一条贼船 所以只能安排他单独搞一艘船